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发表了给高智晟的第三封公开信 信中耿和倾诉了对高智晟的担忧和思念之情 同时他也指出高智晟被非法迫害以及造成他们家庭的骨肉分离 背后的黑手就是中共政法委系统 他还表示陈光诚争取自由的成功给了他希望和鼓舞 为了高智晟的自由他不会放弃 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 希望大陆的同胞给予高智晟安慰和支持声援高智晟 已经离开中共控制受美国庇护的耿和 日前发表给丈夫高智晟的第三封公开信 信中耿和告诉高智晟 光诚经过千难万险全家已经于19日到美国了 他在公开信中写道 听不到你的声音又得不到你的任何信息 我天天在这种无着无落的痛苦中煎熬 揪心的难熬 耿和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从今年3月24号 高智晟家人在关押高智晟的新疆沙亚监狱 见到他之后 监狱的电话至今都不能打通 高智晟在监狱里面他应该也有他的权利 起码就是说每月一次的探视呀 或者是能自由的他给他的大哥能通信呀 或者他给家里面能有一两次电话呢 这都是高晟的权利 因为到现在就看到这些希望 耿和表示他以前总是想不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 背后是谁在捣鬼 通过陈光诚事件 他慢慢理出头绪 明白了把高智晟关进监狱的 就是为非作歹 无法无天的司法机构政法委 耿和回忆说 他在高智晟律师事务所上班期间 经常接到律协科长柴磊的电话 高智晟也经常被柴磊叫去问话 律协限制高智晟不能接大案子和所谓敏感的案子 必须律协同意才能接 他们不同意就不能做 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上书名冤 为大陆上访的访民审冤 长期从事维权活动 2006年12月 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三年 缓刑五年 2009年2月 从陕西家中被警方带走的高智晟失去行踪 直到2010年3月短暂露面 但随后的20个月里 高智晟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今年1月1号 高智晟家人收到新疆沙哑监狱的入监通知书 获知高智晟被关在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市800多公里的沙雅县监狱 当天 耿和给高智晟写了第一封家书 网友也在互联网发起到新疆探望高智晟活动 孙文广教授也长期从事维权活动 他表示 政法委就是打击这些敢于出来挑战权威 讲真理 讲真相的正义人士 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的暴行进行揭露 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 2005年 孙文广和高智晟一起前往山东临沿探望陈光城 遭到当地国保殴打 而在他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正受到警察的跟踪 孙文广告诉新疆人 六四快到了 现在他每天都被监控 孙文广表示 非常同情高智晟与家人长期不能团聚 他希望大家一起呼吁胡温 尽快给高智晟平反 恢复高智晟的自由 耿河也希望关心高智晟的朋友能经常给高智晟写信 给高智晟一些支持